最後一個練習 動好時間 這裡就是這題學測考過類似題 但學會考的時候比較簡單 他說我拿個保育龍疊起來 最上面畫一條盒 然後決定哪一邊上游 然後拿保育龍切開來 切切切切開來 然後開始自己玩 正段層 另一層 左一段層 右一段層 玩一玩 然後呢 問題問題 問題問題 來 就是他拖在那邊 來 賈哥你 賈哥你 誰叫做上盤 賈哥你 誰叫做上盤 我們 我知道你們都很熱心 但是我要抽獻 我們要抽一個可愛小男生嗎 對不對 小女生 小女生 15號 沒有15號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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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啊 誰是 誰是 誰是上盤 誰上盤啊 乙 請坐下 乙叫做上盤 這個應該不用講解吧 好 乙叫上盤 礦工都會分 你一定會分 OK 7號 22 我代替他 27 正段層 逆段層 左一段層 右一段層 右秤 請坐 對 剛剛是超小的人 夾一段 對 蚁靠近我 這是右邊靠近我 所以右邊靠近我什麼段層 右移段層 所以假靠近我什麼段層 左移段層 好 好!請問你喔,如果把甲靠近我,在一個斷層面交界一方,河流會發生什麼事?給你三個選擇選 一,行程瀑布,二,積水沉浮,三,河川改道 一,行程瀑布,二,積水沉浮,三,河川改道 請問你哪一個?請問你是哪一個呢?請問你哪一個?來,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有沒有?有,以來人 十一號有問過?沒有問過嗎? 以十一號有問過嗎?想要問過嗎? 哪一個?行程瀑布,積水沉浮,幹嘛啦?還有一個,我要買到哪一個?行程瀑布,請坐 那是個好答案 你的那個甲往你移了,甲往你,甲往你這邊移動了 河流過來,叫做原來就不見啊,所以河川改道,原來下來就沒有水就會乾河掉 你的瀑布,有人講過這句話,他說,因為我的甲,因為我的甲呢,往這邊走了,所以這裡有個洞 所以就瀑布了,會有這種回事嗎?沒有嗎? 所以呢,答案呢,叫做,所以答案叫做,河川改道 下一題,下一題就是學測問過題目,但是學測沒有問全一句 學測直接問,如果要把你向上動或向下動,請問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個人不會這樣考,我會比較賤,我會說,如果發生正斷層或逆斷層,就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必須要懂什麼叫做正斷層,什麼叫做逆斷層,學測,可是說沒有 就直接說,一往上動,一往下動,會發生什麼事,你不用懂,他叫正斷層還是逆斷層 來,先問第一個,如果以往上動發生什麼斷層,一樣,正斷層,逆斷層,左一斷層,右一斷層 如果以往上動發生什麼斷層,正斷層,逆斷層,左一斷層,右一斷層,停車戰界問,找一個帥哥男 帥哥男,當然就是我,帥哥男,二十六,十五號誰,二六,二十六誰 我,他加十六,你跟我做好,我加十六 答案,以往上動什麼斷層,逆斷層,請坐,以往上動是要做逆斷層 好,那請問你,河流發生什麼事情,一樣,行程瀑布,積水城湖,河川改道,哪一個,哪一個,如果馬上,哪一個,可愛小女生 回去坐啦 來,小女生如何,找不到的,這裡,十號 十號 小老師,大家剛剛沒有問嗎,快點 他答過了,老師 蛤,瀑布喔,請坐下,你的答案叫做行程瀑布喔 魚往上衝,就有一個,上流到下流的高度差,上面高,下面低,所以又行程瀑布嘛,OK 所以瀑布,對 好,最後一個,請問 那魚往下掉咧 剛才,剛才魚往上衝,叫做逆斷層,所以一往下掉咧,症斷層嘛 那請問你,會發生什麼事咧? 請問你,以往下掉,會發生什麼事咧? 來,小帥哥 來,小帥哥 帥哥五毛,三二 三二誰 她是女的 她是女的 會員,請坐 我寫了三個,但重點叫做,積水會成湖 因為呢,以往下掉,走過去撞到牆,所以就積水成湖 那會逼著他另外走一條路,叫做河川,改道 原來的下游就沒有水會乾掉,所以我寫了三個,但重點是會怎樣? 積水成湖,重點是會積水成湖 這又是,問題 學測考過題目,那學測問你說,以向上或向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就這個 有啦,有問題嗎? 很好 請寫客人的練習